娱乐至死金钱至上 一日一更的圈美又来了 今年三月 本该迈入英飞蝶舞的春天 不少地区却迎来了倒春寒 娱乐圈也暗戳戳的凑起了热闹 经历了去年一整个冬天的荒唐和阴霾 明星们好不容易盼来花红柳绿 从头开始 结果还没安静两天 不知趣的缺德艺人们 就像突然而至的冷空气一般 给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而历之年 邓伦艺师族成千古恒 从正能量男艺人变成315央视重点打击对象 3月16日 明星纷纷站出来捐款持援某地 难得挽回了娱乐圈岌岌可危的口碑 而龚俊以己之力 将所有明星的抗议大业摔了个粉碎 让网友们拍二而起 骂上了热搜 他们扎堆酿成的苦果连续发酵 将综艺老大哥湖南卫视给拖下了水 这回连何炯这块免罪金牌都救不回来了 别人新年新气象 到了湖南台 身上变成了新年新塌房 实在让人措手不及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兜兜转转 每次娱乐圈地震 倒霉的都是湖南卫视 别着急 且听圈妹我细细分说 邓伦事件持续发酵 3月15日 邓伦被央视带头的各大主流媒体集体通报 这么大的动静过后 邓伦本人在所有社交平台上的账号全部被禁封 换句话说 邓伦凉了 因为偷税漏水 和冰冰爽子和威亚的偷税漏税数目来说 邓伦被罚的一个亿似乎算不上什么 此言诧异 大家知道1.06亿是多少钱吗 假设你每个月的工资是4000元 在不吃不喝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 能够在1.06亿需要2083年 把这些钱放进银行 每年的利息大约是318万 折合至每个月26万5000块 意味着你每天睁开眼睛 就有8800的零花钱 再结合曝光的时间点 这说明各机关和各部门压根没想过给邓伦留任何后路 邓伦被罚一个亿之后 吃瓜群众们见怪不怪 没有惊态 没有惋惜 没有愤怒 民众的情绪几乎出奇的一致转向调侃 为什么 在315当天成为出头鸟 结局已注定 还能翻出什么话来呢 还别说 这事还真的就向着离谱的方向发酵起来 如今 不仅邓伦面临事业完蛋 将彻底从所有人的视线中淡化的现实 与他有关的作品可能也要被连续下架 那边是每天风餐露宿 只为了多赚几十块钱的普通人 这边是罚款以异为单位的明星 普通人感叹生活难 房贷压力大 到连生病都不敢 而邓伦们动动小脑瓜 省下来的税务是以千万亿为单位 在这一瞬间 全美突然明白了封杀邓伦们的深意 如果说邓伦走到今天这一步 属于咎由自取 那汪涵315被骂 就有点躺着也中枪的意思了 2022年315 国内最大的酸菜工厂被爆食品隐患 引发娱乐海啸 巧了 这个出事的工厂 是汪涵名下代言泡面的合作伙伴 所以当某一老残酸菜面出世之后 代言者汪涵成了背锅者之一 按道理来说 一个明星名下的代言出问题 解约撇清关系就好 全美问了俩律师朋友 俩人同意表示 这种情况下 汪涵在法律上几乎没责任 但实际上 汪涵损失的不只是金钱 还有口碑 早在2020年 汪涵就因为代言 栽了一个大跟头 两年前 汪涵代言两年的投资APP 转出资金出现问题 平台爆雷跑步路 哪怕是出事那会儿 汪涵已经结束 与该APP的合作关系 但粉丝们不买账 是啊 粉丝们因为汪涵的代言 对这个APP 投入了百分之百的信任 现在老板带着他们的血汗钱跑了 受害者无处维权 汪涵就成了被迫负责的代言者 一向显少有差评的汪涵 被骂得狗血喷头 两年之后 事故重现 这次 汪涵的处境也没有好到哪去 原因是和2022年的APP 骗钱们差不多 正是因为汪涵的代言 才使得该品牌 这味道的方便面 销量远远领先 远超其他同类型产品 曾经 汪涵为这款方便面 拍摄代言广告时 愣是吃出了奢华大餐的感觉 广告里的老坛酸菜面 更是让人垂涎欲滴 然而直到今年 央视三鸟舞晚会 观众才知道 原来这款方便面的制作过程 如此令人作呕 一番声讨过后的网友发现 拍摄泡面视频的过程 更让人无法接受 广告片中的汪涵 身旁放着一个红色大桶 装作大块朵仪吃面之后 汪涵便低头将吃进去的面 呕吐出来 网友愤愤不平之余 却洗了汪涵的个人社交账号 如今舆论发酵 汪涵被送上风口浪尖 但汪涵的公关团队 以及汪涵本人都没有做出回应 邓伦和汪涵风头还没过 龚俊就因为一顿饭 被骂上了热搜 3月16日 龚俊带领着剧组众人 到烤肉店用餐 收工吃饭无可厚非 但青岛早在14号 就颁布了抗疫条例 禁止在青岛所有餐饮单位 提供唐食 可龚俊明知道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随后被一位热心网友 曝光了唐食的视频 这段视频中 龚俊和女主钟楚希 一边等待 一边向外张望 嘴中念念有词 不能被拍到吧 也间接说明了 两人确实是知道规则的 却在剧组大面积聚集之后 依旧选择场 被曝光的第一时间 剧组人员马上回应了 这个回应不像是道歉 更像是追责 他们表示自己响应了规定 并且已经报备 商家也迅速回应 表示自己已经报备 没有任何经营活动产生 剧组和饭店老板磨刀祸祸 向着盗取监控视频 泼脏水的人开炮 但他们忘了 特殊环境当下 全体公民都在自我隔离 你们提前报备 真的不是在特权开小道吗 果不其然 这两条强硬的声明 再次引发了舆论争议 这次争议的点在于 明星究竟何德何能 能在全员抗议的情况下 在餐厅举行聚集性聚餐 网民们退一步越想越气 开始疯狂举报 青岛有关部门 约谈了涉事烤肉店 对其批评教育监督其关门 对事件的始作俑者 龚俊和钟楚希闭口不提 让广大网友更不满了 坚定的认为明星有特权 反问防疫部门 为什么还有剧组 能包场吃烤肉呢 网友们扛着二营长的加特林 辗转倾倒多个官方微博评论区 来一个怼一个 来两个怼一双 迫于无奈 倾倒多个官方账号 开启了精选评论 而龚俊也被迫 发布道歉声明 表面看来 315前后出世的三位艺人 看上去毫无关系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并不 他们三位唯一的交集 是湖南卫视 先说邓轮 这位来自石家庄的普通小伙 是湖南台娱乐至上 造星计划中 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2012年 毕业之后的邓轮 采演电视剧 花飞花物飞物 这部电视剧的制作和首播权 都是湖南卫视 劝一下重点 这部电视剧中的演员 都是新生代演员 湖南台的目的 不难猜测 想打造一个 继一起看流星雨之后 全员成名的爆款 很遗憾 这部花飞花物飞物 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但邓轮 是个还争气的 最起码 混了个脸熟 与杨子饰演的白孟华 被称为完美恋人 自此之后 邓轮和湖南台 一直属于战略合作 作品非常多 虽然邓轮的成名电视剧 跟湖南台没有关系 但它确实是靠着 与湖南卫视 超高频率的合作 才有了鸡眼相觅的机会 成名之后 邓轮转型成综艺咖 湖南爸爸大手一挥 爸爸去哪儿第五季 我是大侦探 秘识大逃脱 都有了邓轮 当之无愧的 湖南台大力培养的 新台柱子之一 再说说 龚俊 甭管龚俊是怎么进入娱乐圈的 但他的大火 一部分来源于山河令 另一部分来自于 湖南卫视 不信 上石锤 龚俊的作品不少 也都不是什么龙套 但除了山河令 基本上没什么代表作 但要说到综艺 小火基本上出圈的 全靠湖南台 你品 你细品 旺涵就更不用说了 湖南台名正元顺的 一个之一自打 天天兄弟 全员恶人退出荧幕之后 一个人扛起了 天天向上的大旗 他对湖南台的意义 可想而知 所以兜兜转转 追溯根源 315之后 三位明星被爆各种绯闻 都跟湖南台脱不了关系 这次 何俊这块免罪金牌 也不好使了 走到这一步 央视早就发出预警 2021年 湖南台各大艺人 各大综艺纷纷落马 央视新闻联播 报道中央巡视组 约谈湖南卫视 过渡娱乐节目整改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警告 是这么写的 娱乐至上 忘记了地方台 究竟是应该干啥的 主则主业错位了 玩的有点过了 容易忘乎所以 甚至乐极生悲 这句话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作为国内娱乐至上的老大哥 他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 刻意制造矛盾焦点的综艺 让人不迟于反感 选秀类节目一个接一个 玩完年轻人 玩中年明星 走着走着 他们就变味了 2021年动荡过后 湖南台把用了十几年的 快乐中国口号 变成了青春中国 虽然看似只是换了两个字 但意义却完全不同 一直以来被人们诟病的湖南卫视 似乎想通这次换口号 和关闭快乐大本营 来转变大众对于他的偏见 凸显平台的负责与担当 事实证明 换汤不换药 在备受争议的当口 3月19日 你好星期六录制现场 龚俊出现了 展现歌喉和舞姿 跟着现在票房最高的 女导演贾玲 一起录制了节目 咱就说 龚俊绯闻缠身 湖南台是一丁点热度 都不想放过 这波邀请嘉宾 属实 让粉丝们没看懂 也是因为这波操作 导致你好星期六的收视率 当天跌出新低 节目播完后 龚俊上了热搜 上千万阅读量的话题中 充斥着骂声 都希望龚俊 以及所在剧组站出来 能正面回应 网友提出的质疑 这次 连何老师这块免死金牌 都没能拯救 湖南台的口碑 邓轮退圈后 很快会有下一个邓轮出现 代替他的位置 接下来便是 新一轮的 一本一例 血赚不亏 就这样无休无止 娱乐至上的湖南台 反反复复地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 如果空喊口号 实际上换汤不换药 只会将自己 未来的路越走越窄 喝着无数人 青春回忆的 免死金牌何酒 湖南台还能用多久 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只能交给时间 好了 这期内容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